所以直接目視磚 對目視磚 那那個磚頭 我們測試一下 你來磚吧 我們一起磚 兩個手扶在一起 我拿 請請請 沒有困難 手扶手新年輕 它的尺寸是怎麼樣 尺寸是什麼 尺寸是什麼 好 就是磚的時候要小心 應該沒有要磚到對面 只磚一個洞 所以先磚進去以後 再用反方向出來 就可以了 目視是這裡 磚到對面水不進來 對啊 很快就下去了 很快就下去了 你輕輕的磚 這個是可以調速度的 我跟各位講 這個接頭 它是蠻緊的 所以你壓下去會有 一聲 然後它其實就卡住了 出不來了 出了來 你還用老虎錢 要用拔的 用老虎錢去拔它 這樣拔起來就壞了 它手 有時候鑽得稍微鬆一點 你是可以 也不會壞掉 有時候 因為剛好這個 它有一個小小的卡榫 這小小的卡榫呢 有時候這裡面 這個噴頭它有被泥沙堵住了 我們一般志工 他會看到這個噴頭沒有出水 志工就會把它拔起來 然後吹一吹 然後再把它塞回去 它就一樣會出水了 就是說它在 有時候在尋的時候 這個地方 奇怪 別的都出水 就這個地方沒有出水 然後看裡面 裡面有卡一個沙子 它就會吹一吹 再把它 再把它塞回去 好 好 來 來